以及出席仁川雅運會的帝幕儀式 雙方表達希望改善雙邊關係的意願 大利南韓官員說 北韓為了達到在明年 完成朝鮮半島統一的目標 最近積極進行戰術訓練 以及提升攻擊能力 2015年 在北韓勞動黨建黨70周年 以及南北韓分裂70周年 北韓演奏今次一年初的時候說過 明年朝鮮半島可能發生武力衝突 要為戰爭做好準備 為了應對北韓的導彈威脅 南韓和美國軍方工程 今個月底 會在美國華盛頓開會 初生制定一個聯合應變計劃 美國會協助南韓 加強導彈防禦系統和偵測設備 亞洲電視記者宣誓 西非伊波拉病毒造成死亡人數 上升至3439天 在馬車間